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给各位朋友介绍就是 驻冰的十国鱼的一个制作方法 同制作过程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带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就十国鱼的来历 十国鱼呢是清朝乾隆时期 一道御用的名菜 那么当时的乾隆皇帝呢 特别喜欢吃这一道菜 然后岁月变迁 到现在呢民间 人世也能够吃上当年的宫廷御厨的十国鱼 那么吃过十国鱼之后呢 包馆呢 只要你能够适应它的口味 那么你会绝对回头 再去吃过 那么十国鱼呢 主要呢就是 选用了一个 食锅 天然食材这个食锅 那么食锅就是轻食做成 这就是十国鱼的食锅 然后呢是整块的食材打磨而成 那么市场上呢应该是有的慢 可能就一百来块钱 应该是买到一个 那么在 因为食锅里的锅呢比较重 那么可能呢也要准备一个那个 拖架 上锅的时候 有些呢就是一种火锅的方式 就是说 在桌子中间呢挖一个圆圈 然后把整个食锅呢 放到下面去 放到上面去 然后呢就像 类似一种吃火锅的方式 那么就是说火锅 由我们平常所使用的 有一个不锈钢锅 改为这样一个 轻食材做的食锅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你的 呃 当地的设计情况 因地制宜 选为自己适合的一个方式 那么拖盘的这个很好 很好制作 这里就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食锅呢 主要呢就是说 造型的古古典雅 没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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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剧場 剧場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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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